今天呢就是我今天要收藏航班回国的日子了 今天要和米兰说再见啦 米兰的大街上呢现在人也是特别少不同于往日的繁华 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机场 大家现在都在门口排队准备去领分级排 然后拖运行李 现在我已经在拖运行李了 等到登机排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们现在去候机厅 机场的大厅里面人还是非常的少的 到了即将登机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会安排我们分批进入候机大厅 窗外现在就是我们本次的车销航班了 我现在在排队去乘坐百度车 一步一步向分析靠近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兴奋的 我找到我的座位啦 然后现在座位上面有一些小袋子 然后这个袋子里面呢 是一些口罩和一张海关的申报表 还有一支笔 然后还有一瓶水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一些方便入口的零食 还有一瓶果树枝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了 往下走 一路上大家都是这样的悬浮五更 然后我只待了十几个小时 就已经感觉耳朵那里就比较痛了 可以想象医护人员是有多么的辛苦 我们现在落地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了 下了百度车之后呢 会有一个采集室 我们将在这里采集养本送去画面 在这个大厅里面呢 会进行一些血清检测 和一些基本的身体情况调查 这些都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提取行李了 现在已经坐上了去往酒店的大马车 看着窗外祖国的风景 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和亲切 路上呢也感受到了工作人员的努力 一直在跟我们说欢迎回家 嗨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住了隔离的酒店了 然后特别感谢祖国 还有一路上工作人员就我们的照顾 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四天呢 我也会积极地配合隔离 同时也希望在海外的同胞们 照顾好自己 然后就像在飞机上机场说过的一句话 隔断的是病毒 隔不断的是友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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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